这绝对是科幻史上最惊为天人的电影 也是堪称90年代最为经典的B级片 科幻斜点与悬疑烧脑的完美融合 不仅让他一举拿下了当年科幻界的最高成就土星奖 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大尺度的视觉冲击 更是在震惊了世界的同时 还造就了无数8090后最为深刻的童年阴影 或许是搬砖太累的原因 杰德最近这段时间每晚都会被噩梦困扰 梦里的他和一名漂亮女人在火星一边探险一边谈情 但每次一到龙情惬意的关键时刻 他就会失足摔下悬崖 接着撞破头盔 最后才会在双目欲裂躲无尽痛苦中惊醒 但实际上杰德根本就没有去过火星 也压根不认识梦里的漂亮女人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地球矿工 除了肌肉格外发达之外 唯一不普通的 也就是他有一个结婚八年但仍旧貌美如花的妻子 而在梦境的影响下 杰德也渐渐地对火星有了一种莫名的向往 可当他终于忍不住向妻子提出想要搬去火星的想法后 一向顺从的妻子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因为尽管现如今的人类早已开发了火星 但那里在军阀的暴力统治下却变得无比的混乱 被长期压迫的底层矿工们甚至已经掀起了一场革命 见此情形 杰德也只好暂时作罢了 直到某一天 他在地铁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则关于记忆移植的广告 广告内宣称不管是海底冲浪还是火星探险 只要是从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他们都能够通过记忆移植的方式让人仿佛亲身经历一般 听到这里 杰德瞬间就心动了 但当他和工友提起这则广告时 工友却让他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因为这种记忆移植的手术十分危险 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在体验过后差点被割掉了前脑页 杰德表面上接受了工友的建议 可以转头 他还是没忍住内心的好奇来到了这家公司 在见到公司的老板后 他又第一时间表明了想要定制关于火星探险的记忆 并且为了刺激 他还给自己选了一个秘密特工的身份 等他躺上了手术台 医生又根据他的需求设定了女主的形象 可也就在此时 变故发生了 杰德突然就仿佛丧失理智般的发狂了起来 一边怒吼着他们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一边甚至还直接掐住了老板的脖子 直到医生打光了整整一瓶镇镜剂后 才没让事情彻底失控 老板质问医生究竟哪里出问题了 可谁料医生却说他们根本就还没开始植入记忆 他原本的记忆已经被洗掉过一次 这才导致了记忆冲突 害怕因此陷入麻烦 老板迅速就将杰德塞进了出租车 醒来后的杰德同样一头雾水 一脸懵逼的他随即就被带到了附近的地铁站 他刚一下车 就见到了似乎早已等待他多时的工友 工友询问他记忆移植的体验如何 可杰德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刚刚经历过什么 然而下一秒 几个突然出现的壮汉就一把将他制服 工友这时也对他掏出了枪 并声称他泄露了关于火星的秘密 杰德拼命地想要解释 可工友压根就不给他机会 眼看自己马上就要被灭口 强烈的求生欲让杰德下意识地开始了反击 这一刻 杰德瞬间就化身为了施瓦辛格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将所有人反杀 看着这一地的尸体和手中的枪 杰德自己都震惊地说不出话 他第一时间逃回了家 本能地关掉家里的所有门窗和灯光后 又赶紧告诉了妻子刚刚发生的一切 但让他更难以置信的是 妻子在下一秒 今夜对他扣动了关系 当他好不容易将妻子制服 这才从他口中了解到了所谓的真相 原来杰德现在的所有记忆都是被移植的 他也根本就不是杰德结婚八年的妻子 而是火星情报局派来监视他的特工 这残酷的真相让杰德濒临崩溃 他还想追问妻子自己究竟是谁 可此时情报局的人也已经来到了家门口 他只好先一拳将妻子打晕 接着就迅速开始了逃亡之路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位置已经被情报局的人实事监控着 所以无论他怎么逃都始终无法摆脱追杀 好在危机时刻 他及时地撞碎玻璃跳进了地铁 这才争取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随后他找到一家酒店准备休息 然而刚一进门 酒店内的电话就莫名地响了起来 一个陌生男人告诉他 他身上被安装了追踪器 最多三分钟的时间 追兵就会将他逮个正着 而如果想要活命的话 就得用世毛巾包裹住脑袋 这样能够暂时阻隔追踪信号 说着他又让杰德来到窗口 杰德这才发现这个陌生男人就在他的楼下 男人将一个箱子留在了原地 杰德赶忙追问他究竟是谁 可他只说了一句 自己是杰德以前的同事后 就匆忙挂断了电话 来不及考虑太多 杰德赶紧拿到了箱子 此时情报局的人也已经拍马赶到 他只好赶在被包围之前 抢下了一辆出租车 这才再一次的逃出了升天 在箱子内 他不仅见到了很多高科技的武器装备 同时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的过去竟是一名顶级特工 一辈子都在军阀统治下的情报局工作 还帮着军阀头目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直到他在火星上遇到了他的真爱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 只是很可惜还没来得及金盆洗手 就因为怀揣的秘密太多 而被洗去了记忆丢回地球 他留下这段影像的目的 就是引导现在的杰德重返火星 利用他脑海里被隐藏起来的秘密来推翻军阀 而在这之前 他需要先取出脑袋内的追踪器 于是杰德按照他的指示 将一个特殊装置猛地插进了鼻孔 在一番痛苦地搜寻过后 成功将这个比鼻孔还大的追踪器拔了出来 刚好此时情报局的人也追了管 他赶紧收拾好装备 又迅速将追踪器塞进食物丢给了一旁的老鼠 情报局的人赶到后毫不犹豫的就是一顿风 这才发现杰德早已逃之夭夭了 不久后 一架星际飞船降临在了火星的联邦自治区 杰德手中的箱子却莫名地来到了一个卷毛大妈的手上 然而就当即将通过安检时 他的脸颊突然就不受控制地抽搐了起来 恰好此时情报局的人也根据线索赶到了火星 见此情形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妈有问题 火不其然 当他们将其团团围住后 大妈也卸下了他的伪装 原来他正是戴着人皮面具的杰德 杰德趁着士兵们愣神的功夫 利用面具爆炸之下造成的混乱 再一次的成功逃脱了追捕 很快 他就根据箱子内的指引来到了一家酒店 在向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后 工作人员随即就递给了他一个箱子 并告诉杰德这是他之前存放在这里的 箱子内只有一张小卡片 上面写着让他去一家名叫中级乐园的酒吧 找一个叫梅琳娜的女人 谁料他刚准备坐车 一场毫无征兆的枪战就在他眼前爆发了 热情的黑人司机却见怪不怪了 他告诉杰德这是火星的常态 由于军阀对底层人民的剥削愈发的严重 到了现在甚至就连呼吸的空气都需要花钱了 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反抗军 不久后 司机带着他来到了一处街区 他要找的中级乐园就坐落于此 这里也是火星上的贫民窟 路上随处可见的变异人 都是一些因为买不起空气 而遭受宇宙射线侵蚀的底层人民 来到酒吧后 杰德也终于见到了这个名叫梅琳娜的女人 显然他跟杰德的关系很不一般 但现在的杰德却对他毫无印象 他告诉了梅琳娜自己被抹去记忆的事情 但梅琳娜压根着不信 还以为他仍在为情报局工作 骂骂咧咧地就将他赶了出去 这让他也只能无奈地回到了酒店 可就在这时 一个自称记忆医治公司主管的人找到了他 然而他说出来的话却让杰德彻底的凌乱了 他告诉杰德现在的他依旧躺在公司的手术台上 由于他在植入过程中出现了精神分裂 导致他逐渐沦陷在了记忆之中无法自拔 这也是主管被派来的目的 试图在人为干预下将杰德拉回现实 一开始杰德并不相信 直到他的妻子这时也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到他仍旧是那副温柔贤惠的模样 杰德的内心也逐渐动摇了起来 一旁的主管见状赶忙掏出了一颗红色药丸 告诉他只要吃下这颗药丸就能马上回归现实了 此时的杰德仍旧有些警惕 但在主管的不断洗脑之下 他最终还是将药丸放进了口里 然而就在他准备咽下去的最后时刻 主管头上溢出的一滴冷汗让他瞬间醒悟了过来 他毫不犹豫地就将主管一枪抱头 而眼看谋划失败 一群特工干脆就直接破墙而入 杰德试图反抗 但寡不敌重的他最终还是被制服在地 他们抬着被打晕的杰德刚准备离开 却不料梅琳娜直接就从电梯内杀了出来 他对着人群就是一顿突突 直接干掉了所有的特工 当他和最后剩下的杰德的妻子扭打在一起时 昏迷中的杰德也醒了过来 他捡起一旁的冲锋枪 二话没说就扣下了扳机 两人惊险地逃出酒店后 又在黑人司机的帮助下成功返回了中级乐园 他们在变种人同伴的掩护下进入一道暗门的同时 情报局的人也带着士兵追了过来 特工们还试图逼问酒吧内的人杰德的位置 却不料这里竟全都是反抗军的人 在一番混战之下 情报局的人被逼出了酒吧 得知消息的军阀首领却让所有人撤离贫民窟 他有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那就是封锁掉整个贫民窟 并切断这里的空气供应系统 另一边杰德也在梅琳娜的带领下来到了反抗军的秘密基地 他也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首领寡头 让他无比震惊的是 那个据说拥有通灵能力的变异人首领 竟是一个寄生在人肚子上的鬼娃 看来这就是情报局始终找不到他的原因 缓过神后的杰德告诉首领他希望能够恢复记忆 首领同样也想知道他脑海内关于军阀头目的所谓秘密 于是他让杰德拉住自己的双手 等到杰德敞开心扉后 他们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秘密能够推翻军阀 原来早在50万年前 火星人就建造了一个行星级的超级反应炉 只要将其启动 不仅能让火星恢复氧气 甚至还能重塑整个星球的大气层 但如果这样做了 火星上的矿产资源也会受到波及 所以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利益 军阀头目直接就将这个反应炉封锁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剧烈的震动让杰德惊醒过来 他急忙叫醒寡头的同时 军阀的士兵就开着挖矿车闯进了这个秘密基地 在无情的火力压制下 反抗军瞬间就死伤惨重 寡头带着杰德三人刚准备穿上宇航服逃到户外 谁料黑人司机这时却对着寡头扣下了扳机 原来他早就被情报局买通成为了军阀的走狗 而杰德两人随即也被带到了军阀首领跟前 再见到杰德后 首领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彻底怀疑人生了 通过之前的自己留下来的视频 杰德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不管是他脑海里的秘密 还是被洗去之前的记忆 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反抗军的信任 从而找到寡头的位置 甚至就连整个计划都是他自己一手策划的 现如今计划成功了 杰德和梅琳娜也被再次绑上了手术台 等到恢复记忆后 杰德就会继续变成那个助纣为虐的特工 而被植入记忆的梅琳娜也将成为他的玩物 但首领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杰德在经历了这些生死后 早已不是以前的自己了 所以等到首领几人离开 他用尽浑身的力气一把挣脱了束缚 在解决掉所有医生后 又迅速带着梅琳娜逃了出去 这时贫民窟内的所有人 都已经因为缺氧而变得奄奄一息 唯一的办法也就只有尽快启动反应炉了 可等杰德刚走进通道 他就被早已埋伏多时的士兵们打成了筛子 但诡异的是下一秒 杰德却又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原来这只是他的全息投影 而趁着士兵们还在愣神至极 真正的杰德就已经在身后朝着他们发起了无差别的攻击 解决掉所有士兵后 杰德终于来到了反应炉跟前 他刚想要启动 军阀头目却又端着枪对准了他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竟丧心病狂地准备将反应炉彻底炸毁 就在他即将对杰德扣下扳机时 枪声却提前响了起来 梅琳娜在这千军一发之际及时赶到 可首领在临死前还是按下了炸弹的启动器 杰德也没有犹豫 直接捡起炸弹甩进了通风管道 虽然因此挽救了反应炉 但剧烈的爆炸却也破坏了密闭的转道 首领瞬间就被吸了出去 接着就被压力差直接挤爆 而杰德则顶着巨大的吸力 在最后时刻成功启动了反应炉 可他们两人却还是在精疲力竭之下被甩到了室外 剧烈的压力差让两人刺目欲裂 千军一发之际 缓缓运行的反应炉终于接触到了地底的冰山 一瞬间 无穷无尽的氧气从地底喷涌而出 动静大到整个火星都为之震动 随后 巨大的气流直冲天际 火星的大气层在这一瞬间开始凝结 杰德两人也再次从鬼轮关捡回一命 故事的最后 当第一缕阳光冲破了云层 平民窟内的所有人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心声 可谁又能真的肯定 这看似完美的结局不是庄周梦蝶呢